说起古代的丞相、大将军、提督、巡抚、岸查史、知府等官职,让现代的人们心生向往,真想穿越回古代,亲身体验一下当官的感觉。 其实我们知道的官职,只不过是古代官僚体系中的一小部分,还有很多奇葩的官职,足以震惊小伙伴们。 今天小编整理了七个古代的奇葩官职,听起来好笑,但官位还不低,你看到了开头,绝对猜不到结尾,废话少说,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洗马,这不是给太子洗马的小喽啰吗? 错了,伦家可是辅佐太子处理政务的侍从官,从无品,俸禄六百弹。 在秦汉时期,太子出行时,在前方引导的官职,称为仙马。 后人可能比悟,高大上的仙马就成了短穷措的贤马。 在历史上,魏征、张之洞等都做过贤马。 在同僚之中,贤马是被调侃的对象,在明代,有一个名叫刘定之的人,升任贤马,兵部侍郎王伟戏言,皇宫里那么多马, 显马得一匹匹,好好地洗干净啊。 刘定之反应很快,答道,不只是皇宫里的马,如果司马脏了,我也要去把它洗干净。 明代兵部侍郎也称作邵司马,刘定之以此业余王伟,着实有趣。 亲,别被这美丽的名字忽悠了,看完这个官职的介绍,天使只会给你添堵。 契丹建立了辽朝,势力不断壮大,控制了女真部落两百多年。 辽朝皇帝派遣专人,手持银牌,地位高贵,在女真部落的地盘上, 都办向辽朝进贡的事宜,美其名曰,银牌天使。 仗着有辽朝铁骑撑腰,银牌天使逼迫女真部落进贡大量海东青、北珠、人参、貂皮。 除此之外,银牌天使还享有见诊特权。 所谓见诊就是女真人要进现未婚女子,以此讨好银牌天使。 随着银牌天使日益跋扈,只要她看上的女子,不管是否已婚,都要见诊。 此举激起了女真人的怒火,可以说银牌天使点燃了契丹和女真对抗的导火索。 这个看似狠牌的小官,内藏玄机。 先秦时期,摄人是国君和太子的蜀官。 南北朝时,摄人负责起草诏书,参与机密,全力日盛。 明清时期,在内阁下摄中书科,至中书摄人官职,从七品,每天的主要工作是书写告,赤,照,册,卷。 以上这些都不是重点。 明清时期,中书摄人在很多人眼里是个肥缺。 给皇帝大大摇笔杆子,必须体现皇家的排场和气度。 在书写特定的重要文书时,中书摄人要用毛笔沾上金粉和朱砂书写。 一些别有用心的摄人在书写过程中,故意折断毛笔,将保占金粉的断笔带回家。 回家用清水沉淀金粉,日积月累,聚砂成塔。 中书摄人官虽小,收入却是杠杠的。 拥,原意是指光明,因字形颇似一张尴尬的人脸,成为网络热词。 而拥卿是太仆四卿的别称,相当于交通部长兼皇家车队负责人。 据上书拥命序记载,穆王命博拥为周太仆正。 周王任命博拥为太仆四卿,由此拥卿闪亮登场。 在古代,马既是社会的生产力,又是战争的战斗力,在国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 拥卿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马政,为国家管理,培育,改良,训练,储备马匹。 此外,皇帝出行时,拥卿负责安排车队配置随从。 在举办重大祭祀和典礼时,拥卿还要亲自驾车,在皇帝面前混个脸熟,非亲即贵,前途无量。 袁绍和袁树的老爸袁逢就曾担任过拥卿。 说实话,拥卿不就是现在的老司机吗? 亲,没看错,别被这官职带到沟里了。 在古代,十分重视军队建设,阅兵不只是检验军队的重要形式,也是威慑其他国家的特殊手段。 为此,清代专设了这样的官职,负责军队阅兵的具体事务,是整个阅兵仪式的总指挥,你看这是很牛掰的官职吧。 1906年10月22日,清政府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军演和阅兵,因阅兵地点设在张德,金河南省安阳,顾名张德邱操。 当时的专操大臣是袁世凯和铁梁,秋操总计五天,前四天军演,第五天阅兵,动用了3.4万人,马五千匹,车辆1500辆,分为南北两军对垒,有马,步,炮,弓,资重等兵种参与,清军精锐尽数到场。 秋操期间,还邀请二百多名外国武官和记者官模,清军的优异表现,引起当时世界的轰动。 爱好排场的慈禧老婆娘对张德秋操很满意,嘉奖了袁世凯和铁梁。 张德秋操的成功,专操大臣功不可没。 皇帝最头疼的是谁?不是后宫的嫔妃,而是无处不在的阎官。 在古代,历朝历代建立了监督制度和组织机构,明朝在这方面做的是最棒的。 明朝的阎官由督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,人数约为二百人。 规见皇帝,监督各部,纠察百官是阎官的职责。 阎官的存在,是对国家机器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。 在明朝的阎官中,不得不提到欧阳一静。 这位仁兄是江西彭泽人,官至太常少卿,从征寿行科给事中开始,一生中弹劾公爵两人,侯爵一人,三品以上官员二十人。 欧阳一静的特点是陈述事实,直言敢见,就连内阁首府高拱都栽在他的手里。 有欧阳一静在,也够皇帝喝一壶的。 难怪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,将欧阳一静封为明朝第一骂神。 宇宙和大将军搭配在一起,这是上天的节奏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 在历史上,确实有一个人,把宇宙大将军的官职封给了自己。 他就是北魏时期的侯景。 说起侯景,自万景,北魏怀朔镇鲜卑化劫人,左脚残疾,善于骑射。 侯景政治和军事能力出众,东征西讨,屡立战功,是东魏的头号打手。 不过,此人反复无常,先后在尔朱荣,高欢,萧炎等人手下讨生活。 公元547年,侯景投靠南梁,驻守寿阳,金安徽省受县城关镇。 四年,爆发侯景之乱,叛军进攻南京。 公元549年,侯景宫破位于朱雀行的台城,梁武帝萧炎被活活饿死。 侯景立太子萧刚为皇帝,自封宇宙大将军。 萧刚得知这个官职,惊得下巴都快掉了,大呼。 将军和宇宙完全不搭呀。 尽管如此,伦家侯景就是喜欢。 公元551年,侯景篡梁自立,国浩瀚,改元太史。 第二年,王僧殿,陈霸仙率兵击败了侯景。 在逃亡途中,侯景被不下所杀。 他的头颅被涂上生漆,保存在武库,尸体被当地百姓分食,就连他老婆也吃了他的肉,骨灰被人掺酒喝下。 宇宙大将军应该是史上最强的官职了。 侯景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,这回是真的上天了。 这些奇葩官职太魔性,看到了开头,猜不到结尾。 中国历史远远流长,汉字的字意发生了很多变化。 此外,一族统治时期,文化与中原地区不尽相同,造成了种种误解。 而像侯景这么另类的官职,更是我任性,我骄傲,我左死。 难怪现在,看这些官职,总觉得这些官职是怪数数起的呢。 好了,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不知道大家看了以上官职,小伙伴们有没有被震惊到,你还知道哪些奇葩官职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见。